这个护航公路啊 一直是中国沿海一个重要的运输要道 应该说地理位置吧 就相当于比如说从美国纽约到华盛顿这样一条公路 不过呢 这条路啊 从来就没有完全的说完工过 哎 因为是在日本占领期间吧 那个路面啊 用的太厉害 而且呢 那时候用的吧 就是估计这个法国户也用的不是特别好顺 所以呢 再加上后来仗打的啊 就已经破坏的不行了 完了以后呢 等于日军啊 也大概计算了一下 觉得呀 不划算 还不如啊 这个用这个铁路和水路呢 因为呀 你走这条公路啊 没准就碰到什么游击队啊 埋伏阻击什么的 而你这种在那个地区啊 水道啊 那个河流啊都特别密集 再加上呢 铁路呢 这沿线啊 一个是速度快 再一个他们警力也都跟得上 所以啊 就觉得啊 这个比那个开汽车还好 那一大船光光光 一运啊 东西还多 这个到了战争的末期 这时候盟军 大概不是也要再 可能是他们预算着要在东南沿海登陆了 这更让这个日本人啊 觉得我好没有必要把这条路再好好修修了 所以呢 这个 这条路啊 就等于停滞了很久 黄仁宇啊 第一次开上这条公路的时候啊 发现这个沿路啊 有好多的那些桥啊 就是木头弄的啊 已经摇摇欲坠了 往 而了那那个防波堤啊 那那那上边的那些路段啊 这几部车啊 你应该说速度算快的吧 但是啊 你只要走走走走到这个地方啊 就经常的不得不把速度降下来 为什么呢 就是周围的老百姓啊 大概也觉得这条路荒废了吗 就直接在这个路上啊 路面上就开始那个挖那沟渠 哎 给自己的稻田啊 饮水灌溉 所以啊 这个地方啊 就是到处都是陷阱 一会儿一条沟 一会儿一个大坑的 有一天晚上就是 王仁宇啊 就开着他那个吉普车啊 就走这个正好是 各种沟渠密布的一个路段 结果呀 哇 看见一个大水坑 应该说啊 他已经算是紧急刹车了 还算是庆幸吧 就是前轮卡进去了 卡到沟里去了 本人呢 就是也没坏 完了呢 这个只是人家前轮的轮轴啊 是彻底坏了 哎呀 就等于在那啊 那条路上 你想都傍晚了吗 路本身那路就不咋地 等于也没什么人 管这条路 就在那啊 自个儿愣熬了三个小时 就这么熬啊 总算是熬到啊 这个日本大兵 开着那个军用卡车 光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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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个大卡车是干嘛的呢 他们来啊 他们就是负责这条路的维修的 呃 当时呢 是给他们分配了六个卡车 完了呢 由这个看守啊 就是看复看守战复营的那帮中国的警卫 跟他们一块光当光当光当的啊 就负责这条路的维修 后来啊 就是这个看守 完了日本大兵 完了的那个 那个老百姓 就周围的老百姓啊 一块使劲 才把他这个车啊 从这个 那个大坑里边 给拖出来 完了推上那个 临时找的那个大木板子啊 把他那击步车 推上了这个大卡车 修路过程啊 肯定是需要用这个工具和材料嘛 当时呢 也没那么多的东西 就是一些特别简单 特别基础的一些工具 真的 你要说什么工程啊 都不好意思用这工程这俩字 黄人语啊 其实也没法保证 就是这种维修工程啊 能维持多久 哎 总之就觉得反正就是不能让这帮战俘闲着呗 要不然那个每天 那个国民政府也得拨人家的伙食钱啊 那么养着 就大家都有事干 还好一点 不过啊 这个修路工程呢 确实让他自己啊 也有了一个成就感吧 毕竟啊 人生第一次 总算是做了点对大众有利的事情 因为你想着抗战的时候 其实他觉得他也没干啥 完了呢 就一直当的副官啊 什么的啊 顶多就有个裁个房啊 什么的 但是呢 就说你针对的这个 具体的老百姓 这种福利的事儿 他还是第一次 而且啊 让他觉得最不可思议 最不可思议的就是 他人生中这么大的一件事情 是靠着跟日本人合作完成的 你想啊 他从小学开始啊 就是从教育里边 就已经产生了 就是对日本人 就是有一种 各种的复杂的情绪在里边 从来没想过啊 我哪有一天会跟日本人一块工作 完了这那的 还还觉得挺有成就感 绝对没想到 也因为这个 他开始忙起来了吧 所以大概这个恋爱呢 也就那么一回事儿 那个女孩呢 他也就没在搭理了 然后呢 但是呢 他呢 就尤其那个安啊 拿他老当备胎的那个 后来呢 他就又结识了一个 比这个安娜 要年轻几岁的一个女孩 叫辛米的 也是这个上海 圣约翰大学毕业的一个学生 这个辛米啊 就跟这个安娜 感觉就是两个阶层的了 但是呢 就是典型的那个小三海女 身材娇小 皮肤又光滑又白净 但是啊 这 黄尾啊 年轻人就这样的凶心 就觉得带他出去吧 哎 这回头率不高啊 就那意思人长得不好看呗 是不是 气质也差呗 而且啊 不搞的 这男人就这样 特别讨厌 他呀 比如说他每次去找辛尼啊 那辛尼从来不像安似的啊 一等等 半个多小时 且且不下楼来了 从来没让他等过 只要说好了 登登登登登 就从楼上飞奔而下 有的时候啊 甚至啊 就直接穿着拖鞋 就跑开来了 脸也没化妆 就兴奋啊 哒哒哒哒下来了 估计是真爱啊 另外呢 黄尾啊 也觉得呀 这个 有点傻 他不像安呢 就是见多识广 再加上呢 安是这个将军女儿嘛 所以呢 像这种心里提的那些问题啊 这个安绝对不会问的 就比如心里就会问 说你这个陆军上尉 和这个海军上校 有什么不同啊 都都那个杠杠差不多吧 那少校和中校哪一个大呀 哎呦哎呦 你想这黄尔语就觉得 哎呀 脑子交流上就差了 有一次啊 黄尔语啊 正好跟他抱怨一个 就说现在啊 部分的那个军官啊 特别的没品位 穿着你想着 那个西式的那种军裤啊 完了以后呢 在脚上弄了一个那种 就是那个 时装的那种 带鞋钉的那种靴子 哎呀 这就不能不累吗 结果呢 这个女孩说 可以理解吧 没准人家觉得 踩着那个烂泥地里边 这么穿的话 裤腿不会弄脏啊 接紧接紧 还是有有有差别 对吧 尽管的那个 你要想上圣约翰大学啊 呃估计这个家庭 其实也是要花不少钱的 呃 但是啊 黄仁宇也说 这个心里这个女孩啊 特别的乐于主人 有一天啊 黄仁宇啊 就觉得就是不好意思 就是有一次 他送他回家 结果呢 前边把突然 那个车前边啊 跑出来一个脚踏车 这黄仁宇啊 本身啊 驾驶技术啊 真的不咋地 哎 就会踩刹车 就光这么一踩刹车吧 结果呢 他也没管这个离合器的事 因为你那个时候 不像咱们现在啊 都就是你 你要不然你这么一踩 你要是不踩这离合器 直接就熄火了嘛 结果呢 他也忘了 就是他出来的时候啊 那个司机班的那帮人啊 就跟他说来着 说这车啊 马达不太好使了 经常发动不起来 结果呀 这一熄火啊 他再发 怎么发都发不起来了 没办法呀 他只好跟这女孩 一块把这车子 给推到路边 完了以后呢 找了个电话 打电话求救 完了他回到这个吉普车这啊 他就跟他说 说我得赶紧赶回去了 因为呢 那个将军叫我了 要开会 要不然我就要迟到了 我呢 现在呀 就只能够搭便车回去 但是呢 我只能求你啊 帮忙 你啊 麻烦你在这儿等一等 我们那个部队的那个技工啊 修理工 一会儿啊 差不多一个小时吧 能够赶过来 然后呢 他们把这车修好了啊 带你回家 结果呢 结果呢 人家那个女孩啊 一点怨言没有 直接就说 那那要是那个修理工来了 我跟他怎么说呀 这车什么毛病啊 完了这个 黄瑜想想啊 你跟他说电线磁力线磁场 你跟他说这个吧 可能这个女孩更不知道该怎么跟复述了 于是呢 他就说 你就跟他说马达被齿轮卡住了就行了 有一天啊 黄瑜啊 正好呢 还是要处理一些文书的工作 完了呢 结果啊 他就让这个心女啊 说要这样的了 那个 你先到我这来 我呢 把这工作弄完了 咱俩再出去 结果这心女啊 就偷偷的溜进了他们的营房 在这个黄瑜的床上啊 睡了两个小时 黄瑜呢 就坐在床边啊 就那工作 写东西 等这个女孩醒来啊 就对这个黄瑜啊 一直在那微笑 完了黄瑜 看啊 就抱了抱了 那那女孩呢 脸上马上啊 就挂上了那种纵容的微笑 小声的喃喃的跟他说 如果你想要的话 可以啊 应该说啊 你想哪个男孩听了不动心呢 是不是 结果啊 黄瑜啊 其实心里边啊 后来啊 后悔了 结果多了一句嘴 你确定 当然 只要你最后能娶我 这婚姻这个两个字啊 对黄瑜来说啊 是非常神圣的 而且啊 对他来说 更有一种威胁性 你像这种 比如说喜好冒险啊 不愿意被约束的这种人啊 更是在婚姻这两个词之间 直接就 夹搭 熄火吧 嗯 所以啊 黄瑜说 这一说 马上 他那个有点蠢蠢欲动的那种想法啊 就被熄 这个人啊 就僵在那了 你知道吗 所有的狂野呀 欲望啊 全部都跑没了 到他脑子里啊 现在就是全部都是事业怎么办 学业怎么办 经济状况怎么办 完了 未来我们两个怎么办 这就是他要考虑的现实的东西了 这不是说一泡就完事的事 黄瑜当然明白这个辛尼对他的心思了 其实说啊 人家的父亲啊 在上海啊 也是一个 有一个稳当生意的一个 小商人 而且啊 人家哥哥啊 也是拿到了英国文学的大学学位的人 现在呢 是在他们家的那个店里啊 当这个助理 看来这个家里的店啊 其实也不小 嗯 哥哥呢 就结婚了以后啊 搬出了他们家 但是呢 租的房子啊 离他们家啊 大概也就 几步路 应该说就什么呢 这个 他跟他自己的太太啊 就是天天也是回家吃饭的 而新密的姐姐呀 姐夫啊 最近呢 也是刚从重庆搬回来 完了还带着两儿子 等于呢 也一块儿 呃 住在这个娘家里边 虽然也在找房子 找工作啊 但是呢 你也说不好 这 在这个娘家里边 要住多久 三个月也是他 这三年也是他 对吧 所以这些现实的问题 黄仁宇 就这瞬间 全考虑了 黄仁宇啊 去过新密家 哎 他倒不觉得啊 比如说像这种拥挤啊 成不成问题啊 一般那种 上海过去的那种小三楼 是吧 我们家那就是小三楼 都特小 那小屋子 完了楼梯啊 我就记得 我还从那上面 轱辘下来一回呢 太窄 又抖又窄 完全没有像咱们现在啊 就说比如坐楼梯 人家那设计师 都给你算好的 就是你在卖布的时候 怎么要最省劲 一般是多少来着 七到八吧 公分 七八 八到九 七到八 反正我记得啊 那个 就是这个公分 完了呢 你的这个近身 也是他有要求的 咱们那个 就是上海的 那个里弄那阁楼啊 像毛这么 就去特窄 就你连一个整脚 都搁不进去 所以你等于是 只能就是前半掌子 能搭上 我觉得 那当然讲究一点的 那个房子 再大一点的 可能会有 但是过去真的不讲究 那真是陡啊 那那真的旁边没扶手 绝对不行 反正我是从那上面 咕噜下来过一回 就是当年躲地震 躲到奶奶家去了 从让我住在那二楼的 那阁楼上 按了 对 咕噜下来 说哪了 对 这个黄仁宇说啊 挤啊 他不怕 但是呢 他觉得啊 只要跟家里人呢 比如说商量好 轮流 哎 这个用这个洗手间就可以了 因为洗手间呢 就一个 黄仁宇啊 曾经被邀请进入这个 他们家的一个卧室里边 完了呢 就在那个地上 因为每一地儿都挤的不行 就在那地上铺张毯子 完了就跟大家出去野餐一样 坐在那呢 一块玩牌 黄仁宇啊 特别喜欢他们那个小外甥 还经常让这小外甥啊 骑在自己的肩上啊 背着他上楼 完了还会教他唱 谁要买小孩啊 我们这儿有小孩要卖哦 大概有一次啊 就也是这么背着 黄仁宇呢 背着孩子啊 太兴奋了 结果呢 喊着喊着啊 就忘了这个楼梯 那个上面那个 底儿那个门楣啊 特别低 你知道吗 结果呢 这小孩的那头 咣当就撞上去了 直接就放声大哭 但是呢 仙妮的姐姐啊 并没有说生气啊 或者是着急 反而啊 特别和蔼的笑着说 一边把这孩子抱走啊 一边说 没事没事 没关系的 甭担心 不过黄仁宇觉得自己挺 挺那什么的啊 那个真的是 经常合同 不过我们家后边啊 那个小院子里边 他不是那个 那个都有一个 那个小院子吗 有一口井 是我爷爷那时候挖的 挖那个 我们整个那条街啊 都来我们家打水 就是养云啊 什么的啊 因为是井水 我们那时候 还养了一个小乌龟 特别好玩 后来好像过了十年吧 就不能再用了 就后来在最后那井 就最后就直接给封了 就已经不行了 污染了 你就想吧 上海多快啊 76年那种水 甜的不行 好多人都排着队的上 我们家去打打水 说哪了 对 这个 如果说啊 人家心里的姐姐姐夫 哥哥 那个嫂嫂都不介意 其实黄仁宇自然啊 也是不太介意的 毕竟嘛 人人都要结婚的嘛 哎 生计呢 对他们俩来说呢 其实不成问题 人口过多呢 也不是问题 他也喜欢热闹 而且人越多也好 而且彼此互相还能帮忙 他也觉得啊 大家庭 这种互助的精神啊 一直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很好的动力 也不管你是战争啊 和平啊 还是你是贫是富啊 就是这种大家庭的互助 还真是别的国家里边少有的 但是黄仁宇啊 他其实也不知道自己啊 是什么时候养成的 就是有那么一股子的那个反传统的那个劲儿 哎 也许啊 正是这种反传统啊 这种反抗 所以啊 在当年啊 他的同学们全都跑到那去练那个林彪的那个当校长的那个抗日军政大学去了 上延安了 结果呢 他不是因为听这些同学跟他讲 说那边好家伙 没事就给你弄个什么主意这种标签扣上了 所以呢 他一想妈 哎呦 这个比那传统文化还凶啊 不行不行 这个我受不了 也能解释啊 正是因为这种反抗精神呢 才让黄仁宇啊 一生后来丰富多彩 虽然说啊 也有哀呀 也有笑啊 但是呢 就说他觉得这一切并不是意外 就是因为他有这种反抗精神 黄仁宇啊 黄仁宇啊 是1918年出生的 等于第二年就是五四运动了 当时呢 那个五四运动的领袖就是高喊的口号就是打倒统家店嘛 他等于是伴随着这个口号成长起来的 也是说呢 这个口号等于就一直从幼儿的时候就在他耳边回响 心你啊 可能是可质疑他 就觉得呢 如果说啊 你是非要有一个自己的这个洗手间啊 或者说家里边的这个房子有点的过低呀 你就直说算了 你没必要啊 就是把什么孔子啊 打倒统家店啊 什么传统文化这种牵扯进来 对吧 都是结构 这个 我跟你说啊 男女走到一起 甭管这个女的多优秀 或这个男的多优秀 这个往往结婚在一起啊 就是时机 对上眼都无所谓 因为对上眼的你也会把上分手的 主要是时机 就是这个人他想结婚了 他这个这段时间他就觉得我岁数到了 哎我该走这一步了 而这时候谁撞着他了 那就是撞进了一块儿 就俩人就进了这婚姻殿堂 要是说那时候啊 那那就是自由 反抗精神 反传统 不要不要婚姻这张纸的束缚 说哪了 嗯 挂了 黄仁瑜 哦 女孩啊 就说那意思 你拿那个做借口嘛 黄仁瑜觉得啊 也确实是 就是啊 但是啊 他还是觉得再怎么着啊 他可能还是有些现实 毕竟啊 就是很多东西 你积攒到一块啊 他还是 尤其你要进入婚姻的时候 他还是要屈服于这些综合的条件 反正啊 就是人家小姑娘 那么的这个 暗示他啊 黄仁瑜那热情 挂大一下 就亮了 后来那个女孩 就那个安啊 拿了当备胎那个 也来电话呢 就问黄仁瑜 近况怎么样啊 最近如何呀 哎 这女孩啊 经常对备胎也这样 其实男的也一样 哎 没人相伴的时候 了胜于无嘛 对吧 结果黄仁瑜呢 又跟着安出去了一趟 这次约会啊 再一次确定了 黄仁瑜对自己的这个 犹豫不定 因为啊 他一直不知道啊 自己啊 到底是爱这个女孩呢 还是爱这个女孩代表的文化 后来他觉得呢 其实两者都有 安娜他不太像那种白种女人啊 五官啊 那么那个分明 但是呢 哎 眼睛啊 又亮又大 而且啊 化妆啊 真的是恰到好处 另外呢 就是特别能够啊 把他的这个脸部的这个轮廓啊 给你衬透出来 完全不像那种 就是黄仁瑜那时候 其实觉得自己啊 就那时候都流行 上海人啊 年轻人 都是看那西方电影 看的 觉得大美女 都应该像那个西方电影里边那种的 刷一瓶 完了 高拳骨 什么这 那就是那种轮廓的啊 但是啊 他觉得啊 就是 这个安娜 他是那种东方人的那种融合的那种联合 而且啊 这个安娜 特别的贵打扮 你比如他穿上那个高跟鞋啊 你一点都不觉得他那个别了 特别的自然 完了呢 比如说 哎 穿上那个大衣啊 你能感觉出来 那就是衣袖飘飘 转身啊 那长发也是 穿一下的那种 哎呀 拿着跟波浪似的 就直接把那个黄人鱼就给充化了 一切啊 在安这儿啊 都显得再自然不过了 这个 而且啊 最主要的是啊 他没有 完全的去模仿那种过去的那个那个 或者电影里 或者画报上 那种西方女郎的那种打扮和那种做派啊 这个女孩 非常的有主见 他完全知道自己啊 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 有一天啊 这个黄人鱼有一个朋友 就没事多管闲事啊 就跟他说 说啊 你可千万别跟这种女人结婚 否则啊 你后悔去吧 你 黄人鱼说 为什么 我跟你说 哎 太太比丈夫聪明 绝对没好处 黄人鱼啊 大概也是因为啊 不太自信 或者说 不自信的男人啊 就会 有这种想法 不过他心里真的是不得不承认 这个安娜真的是比你聪明多了 人家也看得出来你黄人鱼配不上人家 安娜就是经常是属于能够随时就能够展现出来她的那种敏锐和聪明的 有一次吧 就是他呢 就是 说他哥哥 哎呀 不过就是一个花花公子的 当时啊 黄人鱼还觉得啊 哟 你哥哥没事就环游世界 完了以后这个那个的啊 多那什么呀 怎么就是那什么 那还不是因为人家有钱呢 对吧 哎 又又能环游世界 见识又广 虽然说老挂在口里边吹牛吧 但是人有这本钱啊 所以呢 他就说 那还不是因为有钱才能当花花公子的 结果这安啊就嘲笑这个黄人鱼 你呀 花花公子啊 就是花花公子 跟有钱没钱没关系 比如说花花公子有的就是没钱 但是呢 他很会花别人的钱 这也是花公子 黄人鱼啊 还在那纳闷呢 你知道吗 傻微乎乎的 不知道说的什么意思 就是黄人鱼啊 在人家安的眼里啊 太单纯了 两个人呢 后来啊 约着一块啊 去看一个什么电影 这个呢 我们下回接着讲 下回见 我们下回见